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段悲壮而惨疼的历史 面对战争 面对侵略者 身为普通老百姓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誓死反抗 一种是顺同着去当所谓的顺民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面对这两种选择 很多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 反正都是死 肯定是反抗 怎么能活得那么没有血性呢 确实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有猎枪 这段歌词我们从小唱到大的 但是实际上 无论是抗战那个年代 还是现在倘若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争 真的所有人都能选择反抗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甚至妻女随意遭受敌人的监恶 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 但是为了能活下去 不少人还是选择了忍受 八十年过去了 和平时代 幸福生活中长大的我们没有资格去责怪这份忍受 但是 我们今天有必要去记住 和怀念那些曾勇敢地站出来 像侵略着说不的人们 当然 这个不自由的时候 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史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939年1月13日下午 盘踞在山西广陵县城内的两名日寇士兵 酒后持枪窜入广陵县城南关居民陆建贤院内 看到陆建贤的妻子 女儿和儿媳正在家中 便对他们百般侮辱和调戏 在六家隔墙堂房里干活的青年陆文青和陆文兵 听到妇女们的呼叫声后 不忍作声